连接HDMI主机 连接HDMI主机 连接VGA主机 连接3.5毫米音频 连接HDMI显示器 连接3.5毫米音响 连接电源适配器 连接USB转RS232窜口线 打开开关 连接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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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网络和Internet设置 点击高级网络设置 点击更多网络式配器选项 选中以太网 右键属性 选中Internet协议版本4TCP IPv4 点击属性 点击使用下面的IT地址 在IT地址中输入192.168.1.168 在紫网研码中输入255.255.255.0 在默认网关中输入192.168.1.1 DNS服务这里可以参考视频中的设置 然后点击确定 双击Driver 3A文件夹 双击4K60 Subtitle X文件 点击添加 点击确定 选中192.168.1.168 点击连接 然后就能通过软件 控制字符叠加器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